詞曲 山貴 與稻生 三貼 麵 是腺移動的軌跡 目韻 撲灑潘勻巨響 大塊 瀏擺有機型浪花 銀灰藍 蕴藏大自然密碼 今何止 埔里職場老师傅的手 指着混沌出身世界 呼唤老灵魂 心经破 一起月入激流 依偎又依偎 文学跟旅行一直以来是我的梦想 到艺术完全出乎的意料之外 好像把我之前对艺术史的喜欢 在故宫所收到的养分 在旅行途中所看到很多美术馆跟博物馆里面的东西 好像养分的画面就一下子都发挥出来了 我觉得人的转折很有趣 有时候你遇到一个人 并不知道有时候会给他带来很大的影响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 那时候在帮香港的艺术杂志写稿 那时候就认识了现代水墨之父刘国松刘老师 然后后来真正的转折是那时候三年前 我在国媒馆看到刘老师的巴蜀回顾展 其中有个系列是《酒在沟》 那我发现说原来刘老师在七十几岁的时候 又发明那种新的技法 把那种如梦似幻的美表现出来 那时候我觉得很震撼 所以我后来就在这次采访刘老师 那采访完刘老师就丢给我DVD 你那么喜欢你可以尝试看看 那我就好像 就是你对那种艺术给你美太震撼 你就不管说我自己其实从没受过美术训练 我连素描都不会 就开始在厨房地板上开始作画了 然后就自己尝试的一种 其中一个刘老师把他生平的四种技法公开 他其中一种水拓 所以我非常喜欢在开始尝试水拓作画 蓝色狂想曲 给我最深邃的电缆 测量你的深度 给我最梦幻的群青 引爆它的燃点 给我最汹涌的月白 我要乘风飞去 打包虫洞思源的记忆 画画对我来说其实不只是一个画面 它的核心其实是诗 那诗就是在表达就是说人生的意义 以我自己来讲 我常常在做出那种 跟周围对我的期望完全不同的一个选择 那在遇到很困顿的时候 那你怎么样去违反大家对你的期望 然后面临大错的 你还是能够面对自己 击巴你内心的是什么 我觉得那个点点滴整理起来 好像就是生命中很珍贵的东西 那些很珍贵的东西 我在画画的时候好像就很想把那些东西呈现出来 所以我开始在拿起画笔和创作的时候 很自然然 这种人生境界的这种表现和探讨 就是我一开始说发展出来 从双鱼飞悦然后鱼道师 我觉得如意德尔系列 所以比较是一种人生哲学的一个探讨和发展 那第二个系列是海洋信仰系列 我觉得应该是旅行 因为旅行的经验非常的多 十二年没有六年都在全世界各地旅行 然后后来又成为旅行作家 出版了十几本书 所以我觉得旅行中应该是我除了阅读以外 一个很大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养分 那我在提起画笔的时候 就想把旅行中很多收获跟朋友分享 希望透过海洋信仰系列来呈现 《岁月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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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了》 《打从一开始你就招任》 《你不选美丽的谎》 《如雪》瞬间消融 《你似火》 《熊熊燃烧》 《向春风下暂帖》 《花颜春势纠结慢生的根》 《青春的歌》 《足影融化驼铃铮蒼铮黄的脸》 《悄想地生雷照亮大地》 《忘了故事才刚开始》 那第三个系列《抽象山水》系列 我觉得应该是 就是所谓的文人 读书人 对社会跟国家世界的一个关怀吧 想去思考说 到底我们现在应该要怎么样做会比较好 在物质文明的发展 到几日很多问题出生 我们怎么样去回到天人合一 这是我们怎么样在 每天被切割的时间中 怎么去做这种终极关怀的追求 我觉得这里面 其实是比较大的课题的一个思考 我觉得其实 心静的现代水墨画应该来讲 就是它一个文人完整的生命历程的呈现 是把它内在的养分透过文学 透过艺术去完整的呈现 其实我相信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间 都有一个天秘 那要怎么样知道自己的天秘 我觉得应该就是聆听自己内在灵魂的声音 那有些人的天秘会比较早出现 我觉得心静就是这样一个人 当我看到我的好朋友忽然之间 开始对这个现代水墨 产生一种好像不可思议的那种契合 原来他的灵魂出口 有一部分是可以透过这个 而且一旦是透过艺术的呈现就很直接 忽然之间就进入他的诗人的内在 特别就是说这些东西 不管是江心静是一个旅行家 或者是他后来变成作家诗人 这都是他内在有一个很强的一个能量 要跟世界对话 所以我常说江心静的现代水墨创作 应该是他诗人的心 透过艺术的这个界面来传达他对美 还有对一些生命的体悟这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费